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,皇上早就对魏英洛动情了,魏英洛打打万万,在皇上心中是不一样的,所以,皇上还处处忍让他,这一对CP真的很甜啊,根据最新的预告理念,皇上在暴雨里面寻找魏英洛,这一对真的甜咋了,而且皇上太傲娇了,皇上冒着大雨到处寻找魏英洛,明明担心他担心的要死找到后还要嘴硬的骂他, 说完那么难听的话后,还要气吼吼的帅,包伞给魏英洛 这一举动真的太甜了,皇上嘴太硬了,皇后马上就要下线了 皇后死了之后,魏英洛才这么的伤心,独自引人的淋雨,而皇上到处找魏英洛 而魏英洛心中却是怨恨皇上的,他觉得皇后的死,皇上也有责任 虽然,皇上嘴上大吼大骂魏英洛,但是,却很关心魏英洛 他看着魏英洛一副可怜的样子,很心疼,皇上真的懂情了 虽然皇后不在了,他很难过,但是,他却需要魏英洛在身边陪伴 皇上真的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,明明已经对英洛动心了 还非常的嘴硬,他转身离开之后,冷静过后会想起魏英洛受苦的样子 始终控制不住,自己担心他的心又往旁去找人 这一举动暴露了皇上的真心啊,魏英洛当,难最终嫁给了皇上 因为他是皇上的令妃,皇上对魏英洛是口是心非 两个人虽然刚在一起相互折磨,但是,慢慢的越来越可惜啊 小编很期待接下来的剧情啊,皇上和魏英洛这一对CP看约了 哦,皇后死了,让两个人在一起了 但是,也让两个人相互折磨,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,敬请关注